如果你要做比较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现在只有七个音 那如果你要到升一级的那个dol的话 那你可能会做当按下8对不对 那这样就会很辛苦 因为你要做很多个按键 所以我们通常会做组合键 组合键就是一次按两个按键就可以升key或降key 可是那个部分等一下我再说 我先讲其中另一种方式 我们这种方式是按下那个键盘的那个数字的时候 发出这个音 可是这种方式会有一个不好用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两个同时按 或者你先按这个再按这个 那假设它还没有播音播完的时候 你又按下它 那前面这个就会失效了 所以它一次只能发出一个声音 所以如果你同时按三个音 看三个音哪一个是最后按下的 它只会发那个音 前面两个就会被盖掉不见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可是如果你想说我要随时按 即使同时按它都要有声音的话 那你就要换一种方式 我做一次给你看 你就要做一个重复的回圈 如果我按下1 刚刚是用这一种方式 那我现在改成用这种方式 好 侦测按下 然后这边选1 如果按下1 我就弹这一个多 然后这样只有一次 它一开始就会执行完 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加重复 不断重复让它去侦查 它会一直侦查 就是可以做和弦 就是几个音一起弹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种方式不行 这种方式一次就只有单音 这种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考虑把它做成这样的 做成这样子的话 就你什么时候按都没关系 同时一起按都会有声音 这个就不要 好 那我刚刚讲那个组合键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的是 是这个 这个高音的Do523 那如果你要这样一直做下去 如果你要做24个音 那你就要做24个 会做死人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另外 用组合键的方式 那所以这个条件可以用两个 比如说 这有一个且 和谁和什么 所以我就用两个按键 如果按下 比如说空白键好了 如果按下空白键跟2 就是空白跟2两个要一起按 一起按就会产生这一个 刚刚多少 3351 351 352 3 352 352 3 523 这个叫做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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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要一起按 它才会出现这一个声音 所以有些情况 我们会 喜欢做组合键 做了组合键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功能 用比较少的按键 达到更多的功能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然的话你要 按着 Dol,E,Me,Fa,Sol,A,C 你按到后面的时候 没有十几好按 你知道 键盘只有0到9 没有十几可以按 所以你就要用组合键的方式 按着空白再去按2 它一样可以发音 就会发这个音 这样了解 像我这个拿掉 对不对 现在我按2没有声音 但是我按空白加2 没有止血 就会发出高音的Dol 有没有 换你